其实核武器的爆炸危机 它真的没有电影里演的那么夸张 可以说就算是萨尔玛特核导弹引爆了 纵使你离着核爆中心很近 只要是躲进地下的地铁站里 几乎就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为什么好多人他就是不愿意相信呢 咱们就以广岛显弹号的时报为例 当时它是在空中距离地面548米的地方引爆的 其中不到1公斤的U235进行了核裂电 相当于释放了15000吨的TNT炸药 第一波攻击就是这个巨大的冲击波还有气浪 因为这个爆炸中心的风速它达到了440米每秒 可以说已经超过了音速 一公里以内所有的这个突出的建筑物 除了这个钢筋红图以外全部被摧毁 两公里以内的回向程度呢 是所有的木质房屋全被摧毁 请记住啊 说的是这个所有的木质房屋全被摧毁 也就是说呢 两公里以内只要是你躲在这个地下室 或者是地铁里真的就没什么影响 然后到了三公里开外 它这个冲击波和气浪已经衰减的 对这个室外的人也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了 当时呢 就在小男孩引爆中心260米处 有这么一家银行 有两名工作人员 当时引爆的时候 他们正好去这个地下室拿东西 因此呢躲过了一届 后来人家也活到了890岁 可以说呢身体好好的 但是你可能会问了 难道他们没有受到这个核辐射的影响吗 对吧 这个问题呢 咱们一会儿再讨论 接着呢 咱们先说这个第二个的攻击 就是这个温度 当时在核爆三秒之后 开始产生的这个高温 在爆心处呢 当时达到了6000度的高温 这可以直接将人体气化 但是这个温度的传播呢 它是以距离呢成反比的 所以据这个统计来说啊 一般是500米以内的人 只要是在室外 全部蒸发气化 一公里以内的人呢 表皮碳化 烧得趋黑 达到了5级的重度烧伤 可以说呢 就是说在一公里以内 能存活下来的人 连10%都不到 请注意 这说的同样都是在室外的人 然后就是1公里到3.5公里的范围内 它的温度 依然可以维持在250摄氏度 让这个木材达到自然 但是3.5公里再往外 温度衰减的更快 几乎呢 就对室外的人也没什么影响了 所以呢 这个高温的杀身半径 我们就把它定在这个3.5公里以内 最后呢 咱们再说这个大家特别担心的核辐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啊 核爆炸呢 会引起巨大的蘑菇云 对吧 它们呢 会把绝大部分的这个核尘埃啊 都推到大层之上 这样呢 核尘埃其实对地面 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但是呢 当年啊 由于这个广岛核爆的时候呢 它下雨了 所以就把这个核尘埃啊 都冲到了地面 造成了大年纪的这个核污染 这才伤亡了好多人 所以呢 天气对于这个核爆的毁伤效果 也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就是在这个核裂变的瞬间 所释放出来的大量射线 真正致命性的辐射 也就是一公里的杀身半径 在三公里之外 你就算是在室外 也只是受到这个轻微性的核辐射 当然呢 就算你在这个核爆中线的附近 就跟那两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一样 对吧 它们在地下室 被这个厚厚的钢筋水泥保护着 所以呢 这些射线呢 根本就穿不透 而且这种强伏射 会在48小时之内 急速的衰减 48小时之后 你再进去 或者是从这个建筑屋内走出来 这个时候呢 你是不会因为这个辐射 而失去生命的 可以说呢 真正在这个核爆中遇难的人 还绝大部分 都是当时在室外 并且在三公里之内活动的人 所以就算是换成 2500万吨天气当量的萨尔玛特 它能有个20公里的毁伤半径 真的就相当了不地了 但是你只要是躲在这个地下室 地下停车场 或者是地铁站内 几乎就没有什么影响 哪怕是你躲在地面上 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内 也不至于失去生命 反正就是核武器啊 它虽然听着让人这个文猴丧胆 但是呢 它远没有达到这个人类毁天灭地的程度 因此呢 美苏争霸的时候 才会建造那么多成千上万的核武器